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外 原本因为觉醒年代备受好评的张婉逸 一度遭遇演技翻车质疑 有观众觉得她是洋洋第二 网上还掀起了一波张婉逸演技讨论风潮 彼时支持与吐槽声皆有 但吐槽声音挺大 客观来说 我初期对张婉逸的表现也是有所失望的那一方 尤其是几段情感爆发的戏份 完全没被她带入 比如期待已久的识破小妖身份这段 原本以为会收获眼盲 男主终于知道真相后的转折爽点 却不想角色情绪并没有很强感染力 眼神戏甚至还被演出了点实质性眼盲的感觉 整体略平了 然 无论角色魅力还是演技口碑 在枪炫开始发疯后都进入高速反转模式 枪炫的发疯文学是真的很疯 爱情上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对小妖的爱早已超出兄妹范畴 不仅想要保护她 还想拥有她 但她做出的选择 是眼睁睁看着小妖与其他男人接触 于是 一个表面温柔体贴好哥哥 那里阴暗爬行黑暗精就出现了 情绪如过山车 前脚因为妹妹疏远男配们开心 后脚就因为妹妹对景的情意陷入寒谈 变脸 不为正中观众兴趣点 演员的表现也开始丝滑 被持匕首与涂山井寒暄这段 更把感情疯子刻画得淋漓尽致 刀情敌的心被控制在了背后 需要和情敌维持表面关系的取舍 摆在了台前 最终留下了暗中自残 血有多红 枪炫的内心积攒的蜂魔元素就有多深 事业上 仍旧属于发育期的枪炫 也只能靠演戏去蒙蔽心怀不轨的亲人 为此不惜自吞毒药 毒瘾发作时的崩溃 让角色与演员共同迎来高光时刻 剧粉终于get到了枪炫与小妖的CP感 男主的爱而不得 有很多点东西 观众重新认可了张婉懿的演技 网友纷纷调侃破天的富贵终于轮到了他 什么破天的富贵 既角色与演员双重出圈 暴剧反哺的人气红利终于落在了表演者身上 以枪炫的发疯文学为转折点 相信后续的出圈爆战 能把三位男主包园了 这一结果是演员的实力氛围 亦是他与角色的相互成就 前期有不少网友吐槽 枪炫作为男主人设太差 爱情上不够明朗忠诚 事业上又需要妹妹和情敌相助 演员接这样的角色 似乎毫无红利可言 但枪炫不是剧中最讨喜的男性角色 却是一部分戏眼般的存在 他就像追欺火葬场文里被男二上位的男主 不讨喜却很关键 很多爆发点 没有他 便会失去推动 火葬场小说里 男主不一定是感情上的赢家 却永远都能捍卫住男主地位 便是因为有他 才有火葬场 人物前妻因为种种选择 把爱情越推越远 后续爱而不得发疯 再到感情上被杨了灰 每一步都能牵动读者与观众的心 是很有戏剧张力的角色 这样的角色 难凭借讨喜一词圈粉 却可以靠独特记忆点出圈 而枪炫的独特记忆点 便是他的发疯文学 阴暗中独自选择 独自沉沦 独自崩溃 观众不一定会认可这种角色的爱情观 生活观 甚至不一定会认可他们的三观 却一定能被他们的情绪调动 又爱又恨 逐步走进观众心中 给予另类聊播 张婉毅前期的表演 没能博得满堂彩 正是因为 他没有很好地抓住 角色内心的情感变化 导致角色需要的爆发点略评 人物的不讨喜元素 便占了上风 然 发疯文学的完美呈现 激发出了 枪炫这个角色的原始魅力 或许 演员还给角色 进一步增加了点色彩 枪炫这个角色 从人物利益上来看 其实蛮难演 一方面人物身上 有很多不讨喜的物质 另一方面 剧版人物的执念与野心 逻辑过度比较仓促 剧版虽然与原著小说 长相思一致 但原著小说前作 曾许诺之称 书粉在阅历过程中 结合前作剧情走向 很容易get到枪炫争天下野心的源头 或者说 他永远把事业放在首位的原因 这一事业新的著成 受父母 出身影响 也受环境 信仰影响 祖父母 父母辈的恩怨矛盾 亦是他作为世子 需要不断隐忍牺牲的背景 争霸天下 并不仅仅是男主一个人的高光 他背后代表几代人的愿望 代表着乱世的结束 有着浓郁的家国大义之称 有平息纷争 缓摆性 以太平之雄心 整体来看 枪炫这个角色 与爱情可以被所有人采 与个人魅力 却并不单薄 甚至 全谋故事线如果能落地一下 角色可以有很强的爆发力 然 长相思是大女主视角 言情是主线 全谋只是陪衬 在大女主里刻画大男主争霸 本身就难以两全 加上没有曾许诺之称 枪炫的个人魅力 有时候便会缺一点说服力 比如要靠出卖感情收买人心 严格点来看 就很像吸血狂魔 张婉义的路人员与演技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枪炫的部分短板 代属于角色高光的发疯文学到来时 演员与角色既互补又相互成就 真相便顺势而来 角色与演员的相同成功 证明了发疯文学魅力始终坚挺 也证明了好的演技 可以拯救岌岌可危的CP 也可以与角色相互成就 共同赢得反败为胜的局面 长相思 枪炫永远不知道她对新月的三叶羞辱 是她黑化的根源 陈荣新月一直是很自信的 虽然她不如金轩轻力 不如潇潇舞昧 也不如方雷飞明艳 但是她知道能够给枪炫的东西 是其他女人不能给予的 新月的父亲是小颜传 外公是赤水族的族长 哥哥是未来的赤水族长 但是 大婚后 枪炫给了她三天极致的羞辱 婚礼上 她就已经感受到枪炫的不悦 大婚第一天 枪炫并没有碰她 第二日 依旧如此 但是白日里 枪炫并没有什么异样 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让枪炫节制一点 但是却无人知道 枪炫根本没有碰她 她更不敢让人发现 第三天 新月终于忍不住勾引了枪炫 枪炫口中呢喃的一句小妖 让陈荣新月如坠地狱 新月从小就在这里做质子 她好不容易 爬到这个国家女主人的位置 却发现 她的位置并不牢固 她第一次发现自己看错了形式 她清楚地明白 只要小妖想要 随时可以取代她的位置 小妖和新月的两子 在那三天里结下来的 小妖只以为新月身居高位后的变化 阿念也劝小妖要对新月亲密中带着恭敬 阿念从来不是什么任性的小公主 或者说 她恶劣的一面只展现在平民的面前 枪炫对新月很好 比对其他的妃子要好一点 这让新月很高兴 但是直到小妖回了小月顶 她才感受到危机 后来小妖在婚礼上逃婚 新月对小妖彻底厌恶上了 让赤水一族蒙羞 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 新月对小妖的两次刺杀 却是在新月嫁给枪炫以后 她能够带给枪炫的 是中原氏族的稳定 而阿念也可以给枪炫带来一个国家 虽然新月嘲笑阿念空有王后的名头 却没有王后的实权 但是她明白她在自己最厉害的地方输了 新月心机谋划都不差 但是她真正的底气是家族给的 这也是她骄傲的根源 但是实际上 因为幼年时期做质子的经历 严重影响了新月 她敢对小妖出手 但是深深的惧怕小月顶上的轩原王 第一次新月找了新天翁妖和佐尔去刺杀小妖 不过却没有想到 小妖是佐尔的救命恩人 小妖将佐尔从决斗场中救了出来 所以佐尔救了小妖 第二次 新月找了风龙一起合作刺杀小妖 风龙因为对妹妹的愧疚 所以同意了 可惜新月总是把别人当成傻子 她以为自己找到了替罪羊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她以为自己只要不留下证据 就可以了 实际上 枪炫只要将她关在紫金山顶 只要不再对她优待 只要对她冷漠 紫金宫的那些女人呢 就可以吃了她 她曾经嘲笑阿念 只有王后的名头 没有王后的实权 但是整个武神山都是属于阿念的 独居武神山的阿念 不用像她一样去争风吃醋 陈容新月有这样的结局 枪炫要负很大的责任 新月也曾是真心喜欢过枪炫的 所以由爱故生不 新月和枪炫两个人都是要的太多的人 两人都是既想要地位 又想要爱情 但是两人都没有得到爱情 新月能力不足 连地位都岌岌可危了